七谷区光明路新设的一处停车场 5月21号因为停车民众多 但是缴费机少的情况下 造成民众大牌长龙等待缴费出车 疫情严峻时期 造成群聚引发停车场之乱 市议员杨秀玉除了当天前往协助处理之外 事发之后更特地邀及主管单位 市政府交通处办理会刊 将协调业者至少再增加一台缴费机改善 避免大牌长龙等待缴费的窘况再度发生 最高业者这边增设很努力 市政府的主管车还有业者到县堂有决议了 决议就是我们的脚背机会增设一台以上 另外就是说我们这里有残杖和车位 它有四个小时是没有阶段 另外就是我有几个人家的车车 在我们出头部有效率更好状 阳秀玉也建议交通处在停车场出入口处 划上网状线 避免车辆停等在出入口影响停车场车辆正常的进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